中小企业的信用保证基金 信保基金的保证 那所谓信保基金就是政府设立 可能有些中小企业 他在刚开始炒创的时候 可能业务没有那么多 资金没有那么多 所以他可能需要有一些融资的需求 可是就是因为他本身企业规模小 还没有成长还没有茁壮 所以就会变成说 如果以一般的受信的准则来做审核的话 可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 所以政府为了扶植这个 所谓中小企业的发展 那他们发展以后 可能也会雇佣员工 也可以促进就业 也可以促进经济成长 所以政府就设一个 中小企业的信保基金 就是说银行要贷款给这些中小企业 银行会怕怕的 怕他们会倒 可能还没有成长还没有茁壮 就已经挂掉了这样子 那有这个保证基金以后 那银行如果受信给中小企业 它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信保基金因为有这个保证 所以这个资金就会还给银行 那银行这样办理这个中小企业的受信 就比较不会那么的担心 好 那么首先要看到的是 瓜糊一 中小企业所谓送保 间接保证 这个间接保证我们等一下再讲 送保的对象有什么 第一类是生产事业 如果你是生产事业这一块的话 那有下面的资格 第一个是说你要领有下面的证照 比如说你是领有工厂的登记证 制造业啊 加工业啊 手工业等等 但是呢 可能依照工厂管理辅导法 有一些工厂 它不用去办理登记的 那可以用下面的两个文件来做认定 比如说呢 公司你在设立的时候要去做商业的登记 如果你这个登记里面有制造 有加工这些营业项目 这样是可以的 第二个 如果你也没有上述的 但是你自己这个中小企业 你自己拒绝 拒绝就是 就是说我自己认定 然后我证明说 我有这些营业项目 而且呢 经过银行的受信单位 它有认可说 你有这些营业的事实 那也可以 好 那圈圈二呢 就是说 零有营业 营造业 圈圈二主要是在讲是营造业 如果你有营造业的登记证 或者土木包工业登记证 等等这相关的营造业 这也可以 好 那生产事业 阿拉伯数字 瓜胡二 如果呢 你那个实收了资本额 你这一家中小企业 你的资本额在八千万以下 或者是说呢 你雇佣的员工 规模不大 大概只有两百人以下的话 而且你连续营业 就是公司 工厂 一直有开业 这样子 达到半年以上 这样呢 也符合标准 所以呢 生产事业 就有前述这两项 是符合可以送保的对象 那再来呢 不是生产事业 比如说是一般的事业 那需要符合什么样的资格 那一般事业 比如说你是进出口的贸易商 你没有真正去生产出 透过进这个原料 原材料 去生产商品的话 比如说你是进出口的贸易业 这样子 也可以 它的一些规定呢 大家可以看到 刮狐一 是说 生产事业以外中小企业可以 但是呢 金融保险 这个煤矿开采 特殊娱乐业 这些等等 是排除在外的 好 那第二个 这个标准就跟上面来比 有点不一样 上面讲的是实收资本的 但是呢 在一般事业来讲 它讲的是营业额 营业额一年 如果是在一亿元以下 而且呢 你雇用 经常性的雇用员工 在一百人以下 而且连续的营业 连续的 有在公司 有在运作的情况 是一年以上 这样子就符合 一般事业类的一个标准 好 那再来呢 刮狐三 是创业的个人类 你个人如果要创业的话 你必须呢 在国内设有户籍 而且你的年纪 是要在 二十岁以上 未满六十五岁的 国民 而且呢 是 你要申请的话 你必须是 这个 你这个中小企业的负责人 或者是出资的人 才可以 那刮狐四 就一般事业类来讲的话 可能也有所谓 配合政府的政策 一个需要 接受政府的委托 然后来办理的 这些信用保证 那也要经过 这个中小企业的 信保基金 他懂事会通过 或者说 经济部 这个主管机关 核准的话 才可以 好 那前面提到 这个就是所谓的 间接保证 中小企业信保基金 他要给你 间接保证 的一个标准 一个条件 那间接保证的话 有分三个 大家可以往下 国字 刮胡二的地方 包括授权送保 批次送保 跟专案 送保 那间接保证 原则上当然是相对于 所谓的直接保证 来讲嘛 那间接保证 就是说 因为我们保证 保证人是 中小企业信保基金嘛 那间接保证的意思就是说 我中小企业 要去取得 这个保证 并不是 我这个中小企业的老板 直接去找信保基金 而是说呢 我去找银行 然后银行看一看以后 符合标准 然后帮我送到 中小企业信保基金那边去 取得保证 这一种叫做 间接保证 那直接保证的意思 那就是 中小企业呢 他直接去找信保基金 然后看能不能取得 信保基金的一个保证何可 好 那以间接保证来讲 有分三大类 第一类 第一个是授权送保 再来是批次送保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 专案送保 好 那我们看一下授权送保 就是说 中小企业信保基金 为了便利企业申请信用保证 还有金融机构办理送保 所以呢 他在各个保证项目 有定一个额度 不过这个额度的种类 非常多 所以大家这个 不用记 在这个范围内的授权案件 就是说 银行 这个金融机构 他可以先做 等于说先乘坐了 先融资了 然后呢 再移送给信保基金 去做一个保证的追认 就是说 授权送保 就是授权银行 先融资 先做了 然后呢 做了以后 再送给信保基金 去追认这个保证 就可以了 好 那再来认一个保证项目 这就授权送保来讲 只能由一家的授权单位办理 那这个是要有所谓的 共同授权额度吗 可能企业 这个中小企业 他有很多的需求 比如说 一般的贷款 商业本票的保证 够料周转融资 外销贷款等等 这些全部凑起来 就是一个共同授权额度 或简称综合额度 它是视为同一个保证项目 不过呢 就这个授权 送保来讲 它这个综合额度 是不含履约保证 请学员把它记起来 那有关旅约保证这一项 后面的话 我们还会再做介绍 大家这边就先把它记起来 就是说 它这个综合额度 是不含履约保证的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